柯正猛于虎,北市不放假! 柯文哲脸书10分钟遭戏三千则 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原定于8点宣布明,11日是否停班停课的北北基,因沟通未能达成共识,决定延后至10点宣布,结果新北市突然自行宣布放假,让基隆,台北压力超大 网友纷纷涌入脸书球放假,稍早台北市正式宣布明日正常上班上课,结果台北市长柯文哲的脸书被灌爆,留言数十分钟就超过三千六百则 柯文哲脸书遭灌爆,突翻设字柯文哲脸书 台北市明日到底有没有放台风假,是否官员讨论不出的结果,拖到10点终于正式宣布明日正常上班上课 不过新北市早就宣布放台风假,这一个简短的消息也引爆台北市民怒火 网友们大骂坚持半天真的不放假,今天4点放假就在那GGYY,现在好了,明天没得放了吧,有种就不要明天改放假 不过也有许多网友大赞,不过也有许多网友大赞没达标就是不应该放假,赞,证明其他现实都只是在讨好选票,还有人说朱立伦英尼 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原定于8点宣布明,11日是否停班停课的北北基,因沟通未能达成共识,决定延后至10点宣布,结果新北市突然自行宣布放假,让基隆,台北压力超大 网友纷纷涌入脸书求放假,稍早台北市正式宣布明日正常上班上课,结果台北市长柯文哲的脸书被灌报,留言数十分钟就超过3600则 柯文哲脸书遭灌报,突翻设字柯文哲脸书 台北市明日到底有没有放台风假,是否官员讨论不出的结果,拖到10点终于正式宣布明日正常上班上课 不过新北市早就宣布放台风假,这一个简短的消息也引爆台北市民怒火 网友们大骂坚持半天真的不放假,今天4点放假就在那GGYY,现在好了,明天没得放了吧,有种就不要明天改放假 不过也有许多网友大赞没达标就是不应该放假,赞,证明其他现实都只是在讨好选票,还有人说朱丽伦英尼